8年的工业总产值是2019.59亿元 在短短8年时间里翻了24倍 目前第二炮兵学员方队的国庆阅兵式训练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 学员们忙里偷闲 补拍了一张毕业照 距离国庆阅兵还有6天的时间 第二炮兵学员方队的百名毕业学员 在倒计时排前留下了一张特殊的毕业合影 还有6天我们的阅兵生活就要结束了 真正的接受祖国的检阅 参加了阅兵 我错过了和同学们一起拍摄最后一张毕业照的机会 但是今天阿波学员方队所有的毕业学员 能够在这里留下我们这张毕业照 我觉得真的很珍贵 营房区和训练区随处可见的倒计时排 时刻提醒着授阅官兵检阅即将到来 经过两次综合演练的考验 学员们训练士气更加高涨 信心十足 目前的训练重心已经转到巩固提高训练成果上 为此各中队都想出了许多训练妙招 这是二中队正在进行的集体会诊 由教练和受阅学员组成会诊小组 对每个学员的动作进行再考核 逐向定型逐人过关 力求完美无缺 盲训是三中队的冲刺法宝 经过几个月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旗步正步摆头这些受阅动作 在无数练习后达到了肌肉记忆的程度 盲训就是对队员们的空间感距离感进行强化训练 强化队员的心理素质和必胜的信念 增强行进中的默契和协调程度达到整齐划一 在最后的充斥阶段我们重点调整好学员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 让学员以最自信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展示我们第二个学员方便的风筝 其他方面 台湾高等法院今天下午就陈水扁案召开羁押亭 经过四个小时的简便攻防 台湾高等法院何一亭今天晚上裁定 由于陈水扁家仍有巨款隐匿在海外 因此继续羁押陈水扁 还押台北看守所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今天上午 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在京召开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珍藏版出版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策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专门发来贺信 向为从书翻译出版工作付出心情努力的 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同志们致以敬意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 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起负责实施 珍藏版共400种490册 汇催了世界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代表著作 刘云山在贺信中指出 这一重大学术翻译出版工程的实施 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体现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海纳百川坚收并蓄的坚强自信和宽广胸怀 为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繁荣发展我国